布農族重量级创作者蒲滚 用族语朗诵为台北写的诗作 诗的台北 音乐课班出身的吟游诗人张新柔 则是以美妙的嗓音唱歌勇言 今年台北诗歌节以诗全境扩散为主题 邀请多位知名诗人与艺术家 带来一系列精彩丰富的活动 2022台北诗歌节今年的主题是诗全境扩散 那其实经过这几年的疫情 大家可能都曾经经历过 就是疫情伴随着生活这样的时刻 那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台北诗歌节 可以用诗歌这样子一个正面的力量 然后带给大家更多诗的美好跟感受 那一直以来就是台北诗歌节 都是以贴近社会脉动的风格 还有跨领域这样子的精神 然后每年提供给民众一个体验 艺术家们可能因为诗歌启发的创作的活力 还有就是更关注我们的城市跟世界 那今年的活动从这个礼拜六 9月24号开始登场 那一直持续到10月9号 那很特别的是我们今年的焦点诗人 就是我们的博文老师 那他长期非常关注布农文化 然后也有很多个人的生活体验 那我们希望就是刚刚大家也听到他为台北书写的诗 那在后续的活动也会有更完整的呈现 那刚刚大家现场也欣赏到辛柔 他会跟王于君带来就是以十入歌的演唱会 那他的呈现也是一个文学跟音乐对话这样子一个跨域的呈现 那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诗的讲座 然后纪录片放映等等 就在我们台北光点会有难得的一个纪录片放映 那活动非常的多元 希望就是明天9月21号开放锁票之后 民众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来索取相关的活动的这个演出 那我们希望今年的这些美好的系列活动的呈现 可以带给大家可能在疫情过后 那有一个安定跟稳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本届歌节邀请到布农族重量级创作者蒲滚担任焦点诗人 诗歌节期间将进行两场焦点诗人专场讲座 而策展人红红及杨家贤则是以描写病毒蔓延的词汇 希望诗歌节就像飞散风中的蒲公英总子般 让诗的美好和勇气在这座城市里扩散开来 我想因为这个伯魂老师他其实常年在这个岛屿的这个南端 从事这个部落里面的这个工作这样子 那我想在这个台北诗歌节其实我们每一年的活动 其实都常常会举办跟原住民这个文学相关的活动这样子 那但是我们的焦点诗人可能在过去还没有以这个原住民诗人来作为焦点诗人这样子 那我们会觉得很感念就是这个伯魂老师 他在这个部落事务上面的努力 而且其实呈现了这个台湾的本色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族语的这个复兴 部落文化的复兴 我觉得也是台湾近十年来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多元文化寻根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趋势这样 那伯魂老师可以说在里面是一肩扛起这个很重大的这个责任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伯魂老师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在台北念说念大学这样子 在台北其实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居住经验 那只是说后来比较多都是在南部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觉得说 欢迎伯魂老师再回来台北看一看这样子 然后以诗来跟台北对话 那同时也希望把伯魂老师的诗带给 也许对原住民文化感兴趣 但是没有那么熟悉的这个台北的朋友们 这个马一航老师他现在是这个台湾就是这个新生代的这个原住民作家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位 而且他其实不只是在这个部落的这个文化跟记忆方面有所开拓 他在性别面向的这个书写 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前卫这样子 那马一航他其实是从抒情 然后到这个文化的反思 他其实光谱是非常非常的大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邀请他跟这个邮靖对谈 邮靖是香港来的 然后性别是他非常主要的这个写作的创作的这个主题 而小马呢 他带有这个都市跟部落的经验 但是同时的性别也是他主要写作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在想 如果把一位香港这样的诗人 跟一位我们台湾这样子的原住民诗人 放在一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他们两位从未见过面 也从来没有对谈过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台北市歌节就是每年我们都希望有一些狂想 有一些疯狂的想法 然后尤其在大家因为疫情隔离的隔绝了 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希望可以有一个能够互相取暖 互相可以真正面对面交流的地方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酒吧叫做小地方 那地方真的很小 但是呢我们在那边现场也会有直播 那么我们用十个小时从下午两点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二点 请了二十二位诗人是不同世代 包括中生代跟新生代 还有台湾以及香港来台湾的诗人 大家一起来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包括有人要唱歌 有人要念诗 听说有人还想念心经给观众听 就是每个诗人就是有用自己的方法 来跟读者做第一手的交流 诗全境获散 今年台北诗歌节从9月24号到10月9号登场 部分活动需事先锁票 锁票及入场方式 详见台北诗歌节官网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感受诗歌的魅力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